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在看你哥的路上发生了意外 那一月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呢 车祸的当天秦医生刚好经过 是他救了小宝 当时 你被甩出了车外 所以他没有看到我 但你 明明不够地看到了他的病 听到我妈的生命 所以你想让他离开我 就是怕他 让我再回想起这件事情 乔业 这也是我这些年 为什么要受章城三番五次的要挟 为了保护我们这个家 为了小宝 你千万不能做傻事 老公 如果小宝知道 是我把他亲生父母害死了 你觉得 他还会认我做个爸爸吗 他还会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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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需要对待 他还会拍摄 你嘴儿 我还是说 你在家吗 跟你爸来看你们了 看我们 你们在哪儿啊 快到你们家了 你们去贺家了 这孩子贺家不是你家呀 妈 你跟爸先调头回来 我有话跟你们说 都快到了 到家再说吧 那已经不是我的家了 所以 一开始 你们说结婚了 只是为了给小宝自聘对付了 只是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渐渐有了感情 所以 所以才决定 谈一场真正的恋爱 那现在为什么又要分手啊 你再说了分手就分手 你干嘛非要躲到国外去啊 是不是何乔艳那小子 逼你走的呀 我找他算上去 爸 你冷静点 他没做错 是我对不起他 你是不是喜欢别人了 没有 确实是我跟人家提的分手 我伤了他的心 他现在已经够难受的了 你不要再去找他了 哎呀 好了 老秦 丫头 你要真是难受 你就跟爸爸妈妈说出来 你别憋憋到心里边 像个没事人一样行吗 妈 你看你 你看我像难受的吗 我挺开心的 而且 去德国留学 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哎呀 行了 行了啊 哭什么呀 好女儿 你去德国我们不反对 不过在国外 一个人一定要万事小心啊 万一有人欺负你 你赶紧给我们打电话 我们马上就飞过去 你看你女儿我 像是被人欺负了吗 都是我欺负别人的方 温总 这是需要您签字的文件 放那儿吧 对了 帮我把水上总监叫过来 好 是合同出了什么问题吗 我让他拿下这块市场 但不是做亏本买的 我听说 文美的合同 你拿下了 以前我只是不想做 但既然我选择做了 那就肯定会做 还有事吗 想知道温副理 受了什么刺激 突然变成了 勤劳青年的样子 让我有点意外 还不是被你给刺激到了 我想证明给你看 我不是这么大烂人 我是你可以选择依靠的真男人 我不是你的谁 你走你的独木桥 不需要这么多看 你是我在乎的人 我这么大个人了 还被劈头盖脸骂一大烂人 能好受吗 现在没有赌源 没有玩笑 没有表演 我想认认真真对待一切 包括你 你的意思是 要跟我加金吗 不是啊 那免贓 那免贓 我没事 忍不住的时候 就找点事情做 转移注意力 对你的恢复为帮助 转移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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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移注意力